各位有爱心 手心向下的朋友们 你们好 跟你们分享一部短影片 这一群老人家 一半都是子女在外生活 自己独居的长辈 当初社区志工成立这个据点 鼓励长辈到社区学习 不但可以延缓他们的功能退化 重点是让外地的孩子们 能够安心的工作 但是社区的经费有限 能使用的就是学习上有讲师费 但学习的教材费 美食课程美食费用 长辈们的共餐费用 都是靠志工讲师们 回捐给社区的 互相扶持支撑下去 让长辈们安心的学习 社区奖励他们中午一起团散用餐 顾及长辈的健康营养 不用再烦恼回家煮饭 不要在每餐都是隔夜菜 但是社区的经费有限 需要大家温暖的浇灌 阿公阿嬷说 在社区学习上课 是他们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 八十几岁来第一次上台表演 一起户外教学吃披萨 他们很爱这个快乐幸福的据点 所以有没有人要一起共襄圣局的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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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